不过日本除了严防台风之外 还要小心是化农性炼球菌的大流行 目前呢这个疾病在日本的感染人数呢 已经累积到1300多人 而死亡人数推估可能也突破250个人了 那呢这当中呢这个炼球菌它的类型 以A型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A型呢A族炼球菌 我们在台湾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食人菌 或是饰肉菌听起来很可怕 为什么叫饰肉菌呢 因为它大部分的感染途径 虽然我们这边上面写是飞沫跟接触 但如果你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 很可能会透过皮肤的伤口来感染 主要是呢这个细菌沾染到受伤的肌肤之后 会造成坏死性的肌肉发炎 所以你的皮肤可能会一层一层的剥落 到最后看起来像是有一个洞一样 所以为什么称作它叫做饰肉菌 它比较明显的这个病症 除了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透过皮肤感染之外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发烧喉咙痛 跟扁桃腺发炎等等的症状 那后发的族群 儿童比较容易感染之外 其实成人也要注意 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 也有可能呢会变成这个A族炼球菌的感染者 那至于季节的话 主要是秋冬比较冷或者是早春 那致死率呢其实蛮高的有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呢 在新冠疫情之后 日本面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 不过另一个也在面临危机的就是波音公司了 从今年开始呢 不断的有这个商用客机出问题 现在呢甚至连太空船都出包了 这一次呢是美国有两位太空人 他们在六月份搭乘波音的太空船 要到国际太空站去 本来预定的行程呢是待八天 结果波音的太空船推进器竟然出现故障 所以他们暂时无法回到地球 行程从八天可能要一路延长到八个月了 不过太空人在这样执行任务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变数 他们的安全跟健康 有没有可能因为待太久会被影响到呢 所以NASA没办法等这么久 他们现在决定了 要赶快呢把这两个人带回来 既然波音不行的话 那干脆就找SpaceX来帮忙 不过虽然是Sibo能够尽快让他们回来 但是呢就算现在决定要派SpaceX出去 可能也要等到明年二月份 才有办法来完成这整个计划 还是得再等一段时间 所以呢要赶快来关注 要怎么样维持两位太空人 在外太空所需的所有的生存的 这个物资跟方法 那波音公司怎么回应NASA的这个决定呢 他们就说呢虽然呢就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但是会准备好来支持NASA最终拍板定案的这个方案 那呢会确保机组人员跟太空船的安全之下呢 来支持他们让他们赶快的回到他们的家乡 不过这个消息对波音来说真的非常伤 因为不只是之前的客机 现在连太空船大家都对你有疑虑了 所以未来恐怕呢NASA在选之后的合作厂商的时候 波音是不是有可能也会被列入黑名单呢 飞龙号太空船原定于美国时间27号凌晨升空 但由于氦气泄漏 计划被迫推迟到28号 这次的轨道高度 仅次于阿波罗登陆月球的距离 是首次私人要挑战太空漫步 另外两名太空人搭乘波音太空船上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波音推进器故障被迫滞留 原本八天的太空旅程现在要延长到八个月 NASA做出重大决定 这两名太空人将改搭竞争对手 SpaceX的天龙号太空船返回地球 让波音颜面尽失 两名滞留的太空人之一是美籍印度裔 印度民众祈祷他能平安归来 随着滞留时间不断延长 外界很担心这两名太空人的食物供应是否充足 为了确保物资足够 俄罗斯太空船17号抵达国际太空站 运送食物燃料和其他补给品供太空站的人员使用 TV新闻综合报导 中国大陆的宁夏这几年非常积极的在拼观光 而且今年上半年成绩看起来其实还不错 像是大陆境内的游客数有超过900万人次 这个数字跟去年同期相比 其实有增加了超过两成 不过因为现在大陆整体的经济状况不好 而内需的消费市场也蛮疲弱的 当然旅游业日子也很不好过 所以把火力打算放在吸引外国观光客身上 不过宁夏如果要主打所谓的沙漠旅游的话 跟其他的城市像是这个甘肃跟内蒙古比起来 吸引力其实不太够 而且也几乎没有直飞的班机 所以宁夏现在打算呢 他们要从呢做出差异化这个方向来开始下手 当地政府跟这个业者呢 就要锁定金字塔顶端的客群 他们打造出了呢这一间很高档的饭店 最贵的房型每个晚上要价台币13万元 希望能够吸引到呢比较有钱的 这个富豪阶级呢来体验看看 除此之外呢他们打算还要推出 一个能够跟迪士尼乐园媲美的高级游乐园 空中俯瞰几何状的白色建筑 仿佛一条点缀在浩瀚沙漠中的钻石项链 白天反射出不断变化的光线 夜晚与大漠星空遥相呼应 这里是号称中国大陆沙漠中最奢华的度假地之一 名下钻石饭店 老师会打着纸心笔 然后给大家去讲解说 看天上这一颗是什么星星 那一颗是什么然后哪一个是你的星座 沙漠观星光听就浪漫 但能做到这点的在大陆宁夏不是唯一 西边的甘肃北方的内蒙 邻近的两个邻居都能看到一样的星空 而且发展沙漠旅游还更早名气更大 拼差异化稀客 宁夏国企饭店斥资上亿人民币 在园区内搭起观星谷 人工湖 和能容纳400人的大型剧场 每间客房都有超大落地窗 标榜每个角度都能和沙漠星星约会 最贵房型一碗要价约合台币13万 锁定金字塔顶端客群 宁夏民营精品饭店也一间一间开 想避开同质化恶性竞争 有业者加入文化元素 20栋建筑100多间客房 外形建材走摩洛哥古城峰 找来大量中古家具和古董地毯 将异域风情拉到极致 宁夏政府数据显示沙坡头景区所处的中卫市旅游相关 从业人员将近7万 2024上半年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过900万人次 比前一年增长23.78% 国外游客有但是不是很多 几成的话可能达不到 宁夏中卫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交通方面啊 对于国外游客还不是那么的方便 国际航班少 国外游客数就拉不上来 同样避不开的挑战还有 沙尘暴和冬天低温冻沙成冰的自然灾害 沙尔暴里面坐酒店不像说我们在像台湾 或者是在内陆的像上海这边坐 它其实有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是无法动工的 宁夏制沙固沙工程还在持续 官方划沙唯有的同时 也加速建设旅游景区 我们现在在体验沙坡头的冲浪车 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它的幅度甩动还蛮大的 有点像在坐云烧飞蛇一样 所以的话是要安全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沙坡头景区以主题乐园为设计理念 目标打造中国大陆第一座沙漠迪士尼 先抢下境内年轻百里目光 我还是跟人很喜欢的 因为我们大多就是生活在城市嘛 对于这些自然环境啊接触都很少 我买的是通票299亿人 虽然它没有单位价那么便宜 但是去还是挺值得的 繁荣的旅游业图片被视为能带来广泛商机 但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情势牵动中国大陆经济 可能引发通缩担忧 一旦民众荷包紧缩算得更精 宁夏想成为旅客首选难度也就更大 在大陆最近好像有一股蛮浓厚的国族主义情怀 你应该记得巴黎奥运期间 当时在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 因为饭店的大厅没有悬挂五星期 就被大陆游客抗议嘛 现在呢这个类似的场景竟然出现在河北的这家西尔顿酒店 因为呢这名网红他入住之后发现大厅挂了好多欧洲国家的国旗 但是就是独缺中国大陆的五星旗 就是询问饭店了 饭店的回应是呢挂这些旗子的用意是 要庆祝呢今年六月份的欧洲国家杯的足球赛 挂的都是参赛国家的旗帜 所以才少了五星旗 那这名网红呢他还是蛮愤怒的 那时候他也被批评说 这好像是故意在找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超过没有必要呢 那另外如果想要呢 呃要从小去灌输小朋友爱国的情操培养他们的爱国心的话 现在大陆的教育部呢决定要从教材开始下手 那马上九月份要开学了 所以当地的中学跟小学呢 都有推出新的教材 他们主打的特色是要推动呢习近平式的这种社会主义思想 会做了一些改动 包括呢可能会特别在语文教材上增加一些呢 红色经典的文章 还有要做国家安全教育呢相关的这样的强化 不过其实呢这种国族主义这种爱国情操呢 现在好像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面都会唱国歌嘛 这是一个蛮好的培养的方式 不过在山西的中小学的这个活动上出现了这种蛮尴尬的场面 当时呢是在办田径锦标赛 那升完五星期之后呢要升会棋 不过背景音乐放的竟然是呢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在场很多人直接脸都绿了 那这个场面呢真的是蛮尴尬的 学校事后也做了蛮多的这种检讨 不过要对大陆有认同感的话呢 其实这一位焦点人物他最近的言行也受到蛮多人的关注 这一位呢他是这个蒋家的第四代蒋友钦 今年34岁在加拿大出生 好像一直走的是呢 大家印象中是比较这个洋派的路线 毕竟他也是念美国学校长大的 那最近他突然到了大陆的浙江 宁波凤化去参观蒋介石跟蒋经国 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些重点人物的出生地 那他甚至就提到呢 他说他认为呢 而赖清德总统其实只是一届省长 甚至还大喊两岸其实确实是一家情 赖清德你是个省长你不是个总统 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鲜少公开露面许久 然而突然出现在大陆浙江宁波凤化 与在大陆的台湾博主拍影片记录寻根之旅 你来大陆就大陆有什么成员的看法 有像吗 我个人觉得比较比美国好很多又干净又好 然后我不懂为什么你要去美国当一个外员 你不要来大陆当一个同乡人 宁波凤化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出生地 蒋友钦作为蒋经国儿子蒋孝勇与妻子蒋方质疑的儿子 在凤化参观了蒋市故居 还与1比1还原的蒋介石落相敬礼合影 并喊出两岸一家亲 为什么我不能两岸家亲 两岸家亲怕什么什么叫 蒋友钦的言论在网路引发争议 大陆网友一面倒大赞三观很正 台湾网友则表示老蒋要被弃得活过来了 升旗现场奏起熟悉的国旗歌 然而地点却是中国大陆山西静中市 举办的2024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 由静中市教育局体育局主办 8月6号晚上静中市长刘欣宣布开幕 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教育局长等官员 全部到场出席 夜晚的足球场灯光璀璨 开幕式办得是相当盛大 还有许多表演节目 然而做完大陆国歌 升完五星旗后 副市长宣布升会旗 背景音乐竟是中华奥会会歌 令一众网友惊呼连连 也有人推断 可能当地政府想国际化一点 没想到却闹出大乌龙 TVBS新闻肖明镇蔡宜杰综合报导 台积电的熊本场 在今年年初正式启用了 也带动当地的一些就业机会 不过现在熊本政府更希望台积电能够再投资第三座的厂房 所以这一次熊本的这位知识木村静 就特别到台湾来访问了希望能够推动双边的合作 他就说虽然熊本当地还是有一些包括 像是地下水跟交通等等的问题 不过他会跟当地的官员努力来克服 希望这一次到台湾来能够参考在台湾台积电本部的成功案例 之后能够有第三座工厂来进一步推动熊本的发展 那当然台积电现在是领先 世界有很多的这个先进技术可以说是市占率最高的 不过也有这个媒体分析就担心 会不会以后就会被中国大陆给超越了呢 这个是日媒的报导说 大陆的晶片实力直落后台积电三年的时间 去比较中心国际跟台积电生产的晶片发现 可能良率有很大落差 不过呢晶片的这个本身来做比较的话 好像只差三年 不过分析师觉得呢 大陆缺乏机台跟设备 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很难弯道超车的 不过台积电我们都知道半逃体验呢 虽然呢走在世界尖端 而且薪水也很高 但是呢压力也很大 很多人可能做没多久都想离职了 不过在整个产业当中有一个特例 那就是灰达了 蓬勃的分析就说呢 灰达的员工 每天待在办公桌前七天 要加班到凌晨两点钟 但是就是看在配股跟薪水的份上 不愿意离职 停车场挤满了很多的超跑 那辉达离职率到底呢有多低呢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 在2023年是5.3% 那在市值破照之后呢 降到了2.7% 以整个半导体产业来说呢 大部分的平均是落在17.7% 那台积电前几年的数据呢 以新人来看 离职率是17.6% 所以辉达其实确实跟这些 其他的公司相比是低蛮多的 那另外很多年轻人也很重视 工作跟生活平衡 像澳洲就有新法令 允许员工在下班之后 可以对公事已读不回 下班后公司传来讯息 要求处理公事 却不敢不回吗 现在澳洲颁布全新的断联权 给予劳工视而不见的权利 就像新法是针对全澳洲 15人以上公司的员工 可拒绝回应雇主客户等第三方人士 不合理的来电文资讯息和email 一旦发现有强迫回应的情况 当局可介入干涉 甚至开罚1万到9万澳币 不胆的金额 只是该如何为合理这个字眼下定义 引发讨论 随着新法已经在26号正式上路 部分劳工人质疑能够普及的程度 根据智库澳洲研究所的调查 2023年 澳洲人无薪加班的平均时数 达到280亿个小时 相当于1250多亿澳币的价值 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0多国家 实施类似保障劳工利益的法规 又以欧洲和拉丁美洲居多 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加速模糊化 但同时也兴起更弹性 把办公室和远去办公 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 如今又有新证据 显示这种工作模式好处多多 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对1600名劳工进行追踪 结果发现 混合工作模式不但无损 员工的生产力 还显著提升留任率 将离职率降低三分之一 帮雇主省下大笔人士招聘的成本 而对于正在找工作的求职者来说 也不想花费时间精力乱枪打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岗位 大家看我们的手机的右下角 让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全新 叫做直播招聘师的职业 他们在直播里套上工作制服 真实还原工作场景 让求职者透过荧幕 就能对所应征的企业一目了然 他们一进来就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形态 我再一讲 你看轮毂的操作工 大概6000到1万元 再配合着咱们主播的 真实的那个穿上这个 这个制服的这种感觉 他就会觉得 那你这个我可以感同身受 人力公司直播化 一样要处理大量求职者的履历表 同时审核企业的资质 再进行配对 比如说有的企业 它的入职率很高 但是它的留职率就会很低 所以我们要进行前期的一个调研 我们经过筛选再接到的订单 才是真正的对求职者负责 就连直播招聘师本身这个新职位 也成了不少人心仪的工作 从业人数迅速扩大 截止到目前 其实通过我们平台 已经有超过40万名专职主播 在从事直播代岗这个服务 然后吸引了阅读达2.5亿人次的 劳动者参与 罗罗主播还有直播招聘师 被国家也认证成为了 新职业新公众 他将进一步的去增强 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 这间人力公司表示 培训出一位直播招聘师 平均大概花三个月的时间 从最基本能清楚传递招聘的讯息 到掌握直播节奏的能力 义后时代的工作生活平衡 衍生出新的工作法规 模式和职业 TVB有些中国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